好不久剛才加十一的問題 因為這個總院科長也有說沒有公開透明的問題 三加十一是不是破口 然後又跟萬華道歉說萬華不是破口 那到底誰是破口 我覺得是不是要先解釋一下到底誰是真正的破口 第二個資料的部分公開透明的方式 台北市政府的公開透明跟他們的公開透明可能定義不太一樣吧 但陳時中說三加十一如果是破口明免是其中的一環 因為他認為對抗病毒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 三加十一的儘管不是台北市政府的職責好嗎 謝謝 各位大家不要每天用口水去噴誰做了什麼事情 我想人民都已經放在心裡了 現在再去解釋一年多前的事情 請他先問那一年死掉的八百多個人先道個歉吧 OK 謝謝 蘇格恩政策 這個陳時中說他提出一個願景 不錯